最近好多人都在吹这个袖手炮 说自从我学了袖手炮以后 即便的大爷再也不是我的对手了 那究竟什么是袖手炮呢 其实袖手炮说白了呀 它是一种象棋的意境 红方上马 黑方冲炮 红方跳一个驱头屏风马 那黑方上马 红方俯向 黑方往前一冲 红方俯视 黑方架后炮 咱们看一眼红方的阵型 中间好像是一个人体的躯干 两边就是长长的袖子 这两边就是长长的袖子 其实袖手炮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就是袖手旁观的意思 我就静静的看着你 看着你进攻 我鸟也不鸟你 我看你怎么办 袖手炮啊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 其实我认为袖手炮是什么呀 他就是一种意境啊 他强任他强 清风扶山岗 现在红方选择一步出具 我看你怎么来进攻我 那比如说黑方出具 红方出具 黑方往前一压 那么红方往前一冲 当时黑方肯定相当的开心 您这个三路马谁管呀 所以直接平均压马 走到现在 红方可就有攻势了 直接选择一步沉底炮 黑方肯定会琢磨 你这是什么东西的 开局的炮大 残气的马大 你沉底我肯定吃你呀 那红方往上一吃 黑方赛顺势吃掉一个马 很显然现在盘面上 红方少了一个大子 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现在红方有了第一种选择 直接点拘下入路 这不是接什么意思呢 准备以后平均压马 那压上你肯定受不了啊 那现在黑方上马 红方出老件 准备以后拘杀敌势 那你走啥都来不及呀 所以赶紧选择补士 红方进胖 准备以后炮击中士 现在你黑方乱走肯定不行了 比如说黑方随便选择出局 那么红方炮击中士 以后这个炮往回敲 肯定受不了啊 所以没辙只能给你吃掉 那红方狙杀底相一将军 只能落实啊 在统一将上老价 拔狙一将军绝杀无解 所以说这么走的话 红方速胜 其实走到这儿啊 大概就可以明白 袖手炮啥意思了 你不反击我 一点事都没有 你一旦敢反击我 那我的还击 你肯定受不了啊 所以黑方没辙 只能把炮填上 让你借着老价 肯定受不了 红方炮击中士 那么黑方只能一支 红方杀底相一将军 这个事啊 还得落快去 现在身为红方来说 可千万别乱搞 比如说把军给调过来 以后准备狙杀底势 那正好给人家腾一个道 退一炮可就看上了 所以现在红方正确的走法 是什么呀 直接把炮吃了 不就完事了吗 一边杀着炮 一边准备捅僵 所以这么走的话 黑方依然是必败的 红方啊 巧胜 要不怎么说 袖手炮玩的是意境呢 敌不动 我不动 敌动 我乱动啊 红方点炮下入路 也是可以的 你说黑方来都来了 肯定吃马呀 那么红方平胖 这一步去一走 黑方可麻了转了 以后把炮往回一敲 这边可就是打死局了 没地跑了 所以黑方赶紧把局闪开 红方顺势往回一敲 不仅打着局 而且还打着底相呢 简直是太秀了呀 黑方没辙只能闪开 红方炮击底相一将军 那么黑方不是 再把炮一敲 底线可要抽僵啊 所以黑方赶紧出老家 红方点炮下二路 是不依不饶 以后统军将军 当时就死的 现在你黑方不是 显得太消极了 人家把炮往这边一溜达 马上就要二路家居炮了 所以不是显得太弱了 黑方赶紧退炮 给你挡住再说 此时此刻 红方可就有妙手了 直接居堪抵视 姨将军 很显然你的事落不下来 那比如说现在黑方一落居 红方点居将军 死极了 你的忠实跑了 老劲可就上不来了 咱们下这种旗啊 一定得注意一下 对面的老头脾气可别太大了呀 如果说对方的脾气太大了 把棋盘给掀了 一点都不过分呀 那没辙只能上老件了 红方继续点一将 黑方上老件 再继续退炮一将军 无论你这个马跑在哪 那么都难偷恶运 红方平局抠底一将军 那没辙老件进不去 只能给你落掉 再继续抠底一将军 绝杀无解 所以说红方的反击太强了 黑方你受不了啊 既然袖手炮是一种意境 所以两种进攻方式 拿哪够啊 红方沉底炮 当时黑方肯定琢磨 以后让你平边炮 底线肯定受不了 所以必须把你这个炮给踩掉 那么红方顺势一杀 黑方再一杀 那肯定会有人说啊 说你起码不是为了点拘下路吗 你还有什么新鲜的招没有啊 那肯定有啊 红方点炮过额 以后准备把炮往过敲 黑方肯定不干啊 你把炮敲过来 我这小军不是凉凉了吗 所以赶紧跑路再说啊 那么红方顺势一敲 陈底炮 您老爷子也受不了 所以黑方赶紧飞下 红方点拘下路 以后准备平均压马 黑方赶紧上马 那么红方退居 又是准备炮击中足 脚的黑方是破烂不堪啊 黑方的中足不能白给你吃 所以得拱开 那么红方平均站位 问题叫给了黑方 你补哪个事啊 首先你补试试进武不行 那是不自杀吗 红方摆一个中炮 铁门拴了 所以没辙 你只能补一个 是六线武 那红方摆一个中炮 鞠杀抵士将军死齐了 那你只能出老件了 红方继续炮击中士 以后鞠杀抵士还是受不了 那现在黑方一支 红方必杀 以后统鞠将军还是死齐 是一个经典的双鞠错 所以说走成当前叛面 红方必胜 你说袖手炮的原理到底是啥 就是黑鞠一死多动了 您把鞠出来以后 本来拉着红方的军炮 您给闪开 过来吃一个马 不仅给炮腾了一颗道 而且暴露了自己的阵性弱点 导致红方肆无忌惮地反击黑方 所以黑方主要的弊病 就是这个鞠太贝了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希望您给我点击关注 以后您就可以看到后续了 非常感谢您